好了同学们我们继续看阅读当中的逻辑题 阅读当中逻辑题 好这道题第三个 第三我们先看一下 还是从后面往前面看 说which of the following if true would most weaken the author's argument in这个 然后他后面还非常善良的告诉你了 这个是什么 从furthermore开始到slow spare cups 也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好我回去看题 回去看你逻辑题 那么就是要找出逻辑链呗 对吧找出逻辑链 什么事 说furthermore开始 故意看 带大家读一遍 furthermore the daily movement of the slow spare and american black bears which are similar in size to slow spare and have similar sized home ranges reveal similar travel rate and distance suggesting 注意 suggesting这个地方 逗号加上suggesting 逗号加上doing 然后接半句话 在句尾 大家想一想是什么东西 是因果关系 是因果关系 这个在语法当中 这个在语法当中 肯定是给大家讲过的 所以 suggesting that 注意 if if black bear cups are able to keep up with their mother so too should slow spare cups 好 你注意看到 if引导了一个假设 if引导了一个假设 但这个假设里面 它类比的东西是不同的两种熊 一种叫black bear 一种叫slow spare 对吧 好 他是说啊 如果这个black bear可以跟上妈妈的速度 啊 跟上妈妈的速度 然后这个slow spare也的小熊啊 注意cabs是小熊 也可以跟上妈妈的速度 然后前提是啊 前提是他们的领地范围啊 和和他们的啊 活动的空间都差不多 对吧 好 也就是啊 最后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他说黑熊可以黑熊的小子儿可以跟上妈妈的速度 那么他说slow spare的小熊也可以跟上跟上妈妈啊 可以跟上妈妈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a选项 看一下a选项啊 a选项说的是cab carrying behavior has become observed in many non什么什么memos 注意啊 他cab carrying这个地方 他后面说的跟这两种熊 哪一种也没有关系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错误 再一个 他说in many non什么什么memos 他拿熊跟其他的东西进行类比的话 是比不了的吧 啊 是比不了的 也就是说其他的其他的动物发生什么事 跟这个cab啊 跟这个黑熊的还是slow spare的cab啊 是没有关系的 这属于一种典型的逻辑错误啊 我们复习一下叫什么呀 叫别人家的事啊 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事跟跟自己的孩子是没有关系的啊 所以a选项是不对的啊 好 b选项其实是错的是一样的啊 many of the largest 什么什么memos do not typically exhibit 啊 caring behavior 也就是无论是其他的这些memo有还是没有 跟这两种熊是没有关系的啊 跟这两种熊是没有关系的 注意我们的前提条件 也就是我们的逻辑链说的是黑熊的行为 推出了slow spare的行为啊 也就是说跟其他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啊 跟其他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 好 我们看一下c选项 看下c选项 c选项说的是some slow spares have home ranges that are smaller in size than the average home ranges of the black bears 好 他说的是什么呀 他说的是他们的活动范围要小一些啊 他们的活动范围要小一些 那换句话说就一定能跟上 能跟上母亲吗 跟上熊妈妈吗 他们的小熊就一定能跟上熊妈妈吗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size啊 这个size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决定因素啊 比如说他的 比如说黑熊啊 都是在平原部分啊 或者说在森林里面的缓坡上运动 那么你这个size的话 那你比如说slow spare是在悬崖峭壁上运动 那的size是小很多 但是他的前提是悬崖峭壁对上平坦的森林 那么还是有其他的因素会制约他的 也就是说你光从size这个地方来分析的话 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啊 从逻辑是不成立的 所以c选项是不对的 好 我们看一下d选项 我们看一下d选项 d选项说的 the locomotion of the black bears is significantly most efficient than the locomotion of slow spares 好 也就是说d选项 注意啊 d选项为什么是正确答案的原因啊 他说的是locomotion of啊 因为是一个a of b结构 他说的是黑熊的精力 要远远的比这个slow spares的精力要旺盛的多 所以啊 推出了黑熊是跟在妈妈后面走啊 就是黑熊的小熊是跟在妈妈的后面走 而这个slow spares的小熊是骑在妈妈的背上 原因是什么呀 他找了一个原因是什么呀 是这个locomotion啊 是这个locomotion 所以d选项是一个正确答案啊 也就是说因为黑熊的locomotion 就是黑熊的能量啊 要比这个slow spares多的多 所以他的推论黑熊能走 所以slow spares的小熊也能走 这个推论是不成立的 是不成立的啊 所以d选项是一个明显的 waken啊 是一个明显的waken 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不能类比啊 不能类比 一定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好 我们看一下e选项 e选项说的是 the habitant of the black bear consist of terrains that is significantly more varied than that of the habitat of the slow spares 还是啊 同样啊 还是terrain的问题啊 还是terrain的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光说terrain的话啊 也就是说你光说地形的话 跟骑在妈妈的背上 还是跟着走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和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你要是把c和e选项综合一下 也许啊 这道题还能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是你光说c啊 你比如说你光说size 并且像e选项 你光说terrain的话 这种情况下啊 它是非常非常的偏颇的 它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 可能会导致啊 也就是slow spare的小熊 必须要骑在妈妈的背上走 但是d选项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是正确答案呢 它是从啊 也就是从黑熊跟slow spare的 动能上面来分析的话 这个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答案 好 我们看下一道题啊 我们看下一道题啊 下一道题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关键是看什么地方啊 看什么地方 好 我们还是从后往前看啊 它还是啊 其实问的都一样 但是这道题变成什么了 变成support了啊 注意啊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f true most clearly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keystone status advanced in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passage啊 这种情况下 它已经告诉你是文章的最后一句了啊 并且是 它说的是keystone status啊 用这个或者用最后一句来定位啊 都是非常简单的 好 这个是文章的最后一句啊 这个是keystone的定位啊 这个是啊 这个是keystone的definition啊 也就是它的定义啊 看一下 说啊keystone species here define as one whose effects are more larger than would be predicted from its appearance also play a vital role 然后后面不用说了 好 这个是的last sentence啊 这个是最后一句 好 我们看 定位词出现了吧 keystone status啊 keystone status出现了定位词 那肯定就是这句话呗 就往后念啊 keystone status appeared to depend on contest啊 to depend on contest whether a particular geography or of such factors that啊 后面也就是后面的所有东西都已然不重要了啊 已然不重要了 注意他说的是keystone status appear to depend on后面这个单词 是所有的单词最重要的一个 也就是depends on context 也就是比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background的意思啊 就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 他没准啊换句话说这个起的作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没准是什么的啊 好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思路 大家去排出答案 我们看a选项 好 我们看a选项 a选项说的是aspecies of bet啊 说的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啊 我们发现support的情况下是可以举例子的 对吧 support有两种啊 第一种是举例子 第二种是负a可以推出负b吧 对这种情况下他都是用举例子法好 a species of bet i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insect population within a ecosystem low and the size of the insect population in turn affect the bird species within that ecosystem 注意a选项说的是bet跟insect的相互影响啊 bet跟insect的相互影响 而不是说depends吧 that depends是什么意思 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所以a选项并没有提到depends on context 所以a选项是不对的 看一下b选项 说的是a species of iguana occupy a keystone role on certain tropical islands, but doesn't play that role on adjacent tropical islands that are inhabited by a greater number of birds. of animal species 注意啊 注意还是举了一个例子啊 还是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的是iguana这种东西 他在一个地方是oncertain tropical islands 是keystone,but后面在另一个adjacent啊 在另外的一个island 他没有这么重要的作用 这个说的是什么呀 不就是说的是depends吗 对吧 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两个岛的情况不同 所以这种动物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吧 这个就是depends on context 好 看一下c选项 正确答案是b啊 看一下c选项 c选项说的是close observation of the savannah ecosystem review thatmore species occupy keystone roads within that ecosystem than biologist had previously believed 好 他拿什么跟什么比啊 注意他说的是keystone species的数量问题吧 moremore species occupy 注意说的是keystone的数量问题 而不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 所以c选项是一个跟逻辑链无关的选项 也就是个跑题 看一下d选项啊 d选项as a keystone species of bee啊 他又来蜜蜂 become more abundant it has a larger effect on the eco system it inhabits 好 我们看一下d选项 d选项说的是larger啊 larger effect 然后abundant 他说的是moremore结构吧 他还是说的是蜜蜂和它的影响力的问题 他说的是蜜蜂的数量和影响力的问题 而没有说depends啊 没有说depends啊 所以d选项是一个跑题 看一下e啊 他说的是a species of mouse that occupy keystone row neperia habitants developed coloration patterns that camouflage from potential predators 啊 这个东西就更离谱了 他说的是保护色的问题啊 说的是这个老鼠在草原上生成了保护色来躲避捕食的东西啊 捕食的动物的问题 他就差的更远了啊 他就差的更远了 所以啊在找到关键句的时候 找到关键句的时候 去找他的关键动词 就是这个depend on啊 这两个词太关键了 depend on contest啊 就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然后support的情况啊 然后support的情况 是通过举例子来进行support 但是这个举例子这个地方 必须要有什么呀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啊 对于B选项刚才就说的很多了 在一个岛上 他是这样的 那么不一定在另一个岛上 他也是这样的 这个就叫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小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